你ame 你好 无言 我闲暇时间不多 我约了你四次 终于可以见你一面了 我很少和不相干的人见面 怎么突然之间 就变成不相干的呢 其实我跟我哥 都觉得跟你很投缘 是吗 喝点什么 有了 咖啡 咖啡很做作 还是矿泉水比较纯粹 你平时不喝咖啡的吗 相反 我工作的时候 很常喝咖啡 现在不是工作时间了 我不喝你的咖啡的原因 是怕消费你的咖啡 再拒绝你的任何建议 心理上会有一小小的障碍 我什么都还没有说呢 就准备拒绝我了 对啊 吴言 我希望你知道 我们把你当成我们的朋友 我们不是朋友 我跟我哥一样 你和罗音不一样 我们都很欣赏你 我对你的欣赏毫无兴趣 我知道 华夫之一的决定 多少伤害到了你的自尊 华夫之一和我毫不相干 华夫之一也伤害不到我 好 我们放下私人感觉不谈 谈一下商业合作模式吧 我不是商人 设计最终都是要体现价值的 而体现价值的过程 就是一种营销 你以为这是辩论会吗 我一分钟可以拒绝 十个像你这样的商人 烦请华夫之一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这人还真是够乖 来到这儿都不想回去上班了 少笑选我了 你拿不上班来挤堆我有瘾了 你今天抽什么疯啊 不工作 把我拉到这儿来吹海风 心里不舒服啊 在俱乐部里面待着有点压抑 因为翠翠 同样的称呼 让人有不同的感受 很多女孩都叫我杨红姐 翠翠也叫我姐 可是只有翠翠 她给我的感觉呢 就像称呼自己的亲生姐姐一样 这个孩子呢 倒是挺可爱的 一点也不见外 跟我们在一起 真的就跟家人一样 你每天在俱乐部 会不会期待他在你身边 留恋一下 当然会啊 看见他呢 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也是 你也是 你这冰块也是 我是他的广寒仙子 我一共有两个粉丝 翠翠就是其中一个 我每天很享受 他在身边的那种气氛 不只是享受 也是亲情 另一个粉丝 就是罗伊璐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一个重量级的粉丝 罗伊一直在帮我 他希望我能和这个世界 和平相处 可你知道 他的这个目标有多难吗 翠翠地离开 最难过的就是罗伊 他这个人没心没肺的 说不定一转身就不在乎 可以吗 当然了 那个家伙 是第一天从天上掉下来 第二天还赶上飞机的主 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对付 真没心 可他为什么会偷偷流眼泪呢 流泪 罗伊流泪 宁阿姨亲眼所见 真是有点奇怪 真是有点奇怪 男儿有泪不清谈 男儿都是狗屁 那个 你的那个罗伊除外啊 你的大粉丝呢 怎么要区别对待 他可是性情中人 一个会流泪的小男儿啊 一个会流泪的小男儿啊 他真是有趣啊 嘉隆 老大哥 想什么呢 我在想翠翠 我陪你想会儿他 别人也可以想 可以 翠翠拜托我来照顾你 我明白 翠翠不可替代 每个人都不可替代 罗大哥 我也不可替代 是不是 是吗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有各自的独特个性魅力 翠翠有事走了 我还在 你可以感受一下我 印象深刻 无需感受 罗大哥 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 小妹 我还带工作呢 你平时陪翠翠出去锻炼 其实就是玩 罗大哥 你今天 也带小妹出去玩玩好不好 也散散心嘛 我还没关系 你还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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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给我报价的机会 这也太荒唐了 根本就没给我们报价 他说他给我们开过家 只不过我们把他拒绝了 所以他决定从今往后 再也不跟我们花夫之一 有任何瓜果 他把专利搁在兜里不卖 他靠什么吃饭呢 人家说了 制衣公司 也不是只有我们一家 对 那么你对吴妍这个人 是怎么评价 吴妍 我觉得他是 有个性的天才设计师 那还有没有转换的机会呢 只有 我觉得难 那就算了吧 设计师多的是啊 设计师是多的是 但是像这样的天才设计师 其实是凤毛麟角 你还是不愿意放弃 馅儿饼都已经从天上掉下来了 我觉得我要是不吃一口的话 我有些不甘心 那怎么办呢 要不 你再约他一下 我亲自跟他谈 的 你还是不开心啊 没事 需要个过程 我真的不能代替 翠翠在你身边吗 你是你 我们有什么差别 不过她敢听我吗 明白了 我是不一样 我是偏执狂 总让别人听我的 你已经在改变自己了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真的很想像翠翠一样 有一个那么在意她的大哥 好玩吗 这算什么 同心吗 怕什么 开心就好 对 你最近的状态不错嘛 什么状态啊 会调节自己了 直到给自己找开心 你看咱们俱乐部近的 这几个人 小妹除外啊 罗音 丁满 翠翠 都是玩的主 他们倒是都挺会玩的 进出者赤嘛 看他们开心 自己死板的工作 觉得特别不值得 你终于明白了 你也终于明白了 我明白啊 旁观者听 我始终是一个绝爱者 带上我好不好嘛 现在还不是事情 是 我知道思思为什么 给你那么亲爱 快乐又安全 如果要是不偏职了 就去国外看爸爸妈妈 你怎么走不下啊 你怎么走不下啊 想去就去看吧 不是 我很怕怕活胃 你怎么有安全感 那就等你想明白了再去看 怎么了 那不说无因吗 他们两个怎么到一块了 什么话啊 哎呀 关心则论 我用词不当 我是说他们两个 怎么会做到一起的 是不是 你很关心吗 我关心什么 用词不对啊 我只是不明白 他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 怕是和我们一样 也出来散散心的 他们两个很亲密的呀 跟翠翠差不多嘛 不一样的 小妹和翠翠不一样 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小妹比翠翠要成熟 你说 她和罗姨会不会呢 这个罗姨就会够大小女生 我不觉得 完全不是一路人嘛 我才懒得管他们之间的事情吧 我认为我自己的问题呢 就是明知自己戴着假面具 可是又摘不下来呀 那你放下来啊 你放下来 同时 你没遭在下来 好 我先试图一下 我真的这些东西 坐下来 小妹比翠翠 你开了一只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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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严格意义上说 老公这个词 在你身上用的不准确 坐吧 有事吗 都到这份上了 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我在外边租了房子 咱们家的房子 留给你住吧 我不喜欢那个房子 房子本身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我们的心理 可是那房子 承载着很多东西 你先住一段时间吧 如果实在不适应 再让开我 我不想再属于别人 毕竟里面 承载了很多回忆 有一些是我不想失去的 随便吧 好 这样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 你俩真正地分开一段时间 各自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再想想 一会儿的事吧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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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走 你 你不要走 你再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我走 为什么 他不是说什么条件都可以谈吗 他说了 不过他说除非 除非什么呢 除非大哥是绝对决策人 否则他不答应 你看你看 罗音旧小子啊 诚实不作败事有余啊 一开始就乱去条件 你看到现在造成这样的被动局面 其实伯父 如果没有大哥的话 我们也不会认识吴言 更不会从他手上 为公司拿到两款运动服的设计专利 在这方面 我想大哥应该是有功而无过吧 算了算了 再找找其他的服装设计资源吧 那 吴言这块您是觉得要 放弃吗 那也怎么办呢 我觉得其实可以这样 因为吴言特别崇拜大哥 如果说大哥愿意出面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好玩一些 罗音在吴言那儿 已经失去了信用 我也不放心把企业交给他 让他出面 不太好 算了吧 嗯 嗯 吴大哥啊 开心点了吗 嗯 杨红吉啊 小麦你出去了啊 嗯 罗大哥心情不好 我陪他去议赛在心 嗯 信算好了 算好了 嗯 嗯 你们散心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方式 我们去了游乐场 然后去骑了车 生活还是蛮精彩的啊 对不起 我出去没有跟你请假 没事 你本来就可以自由调配时间 可是因为罪罪 罗大哥晚上也在俱乐部 白天时间稍微自由一点也应该 你觉得呢 出门有事 必须要请假 严守之谈 你们先进去吧 我还有考虑些事情 好 罗大哥我们先进去了 来 经理 哎呀经理 你今天气色真好 瞧着吧 我必有好运 经理 你看见心情不太好 谁欺负你 你告诉我 我立马拼了他 想当年我盯满真是一条人物 谁见我不叫一声 割 真的 我这胳膊上能跑马 拳头上能练功 我灭了他 哎 算了啊 经理 我虽是高手 但是我知道 跟你这骨灰起的大佬一动手 我只有秒杀的份 你一出手 活人变骨灰 秒杀一片 真的是主宗的级别啊 哎呀经理经理 我还没说完呢 对我们内部人而已 经理就像个神 菩萨的心肠 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啊 咋回事啊 我说得不对啊 我说得不对啊 你对小妹怎么看的 我弟们 从哪个角度看 全面地去看 完美 太完美了 可是小妹 她很偏执的 白币为想 瞎不掩瑜 我是认真地问你的 请你认真地回答我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 小妹是偏执的 做事甚至有一点荒诞的效果 但她心里 是纯洁无小的 她出发点永远是好的 她坚持的是真 固执的是善 偏执的是美 真善美 你评价很高啊 丁满不拆 曾记古人诗一句 洛阳亲友 如香吻 一片冰心 在玉湖 一片冰心在玉湖 这句 嗯 说得还不错 小妹特别地单纯 心里特别地善良 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 把人家给图换了 那你觉得 我让罗音去帮小妹 效果如何啊 你用罗音就用对人了 这事实上说我丁满 也就罗音还说得过去 照你的意思说 这效果很不错喽 相当的不错 可是我觉得呢 她们两个还不够亲密 只有足够亲密了之后呢 才能够更好的心灵沟通啊 对不对 啊 这这这经理 这你就不知道了 小妹跟罗音亲得很 亲密无间 她俩啊 心灵是通的 有事没事真赖在一块 你知道亲密当中 随些不入程度 哎呀 你错了 其实你不知道 翠翠没有走的时候 罗音整天跟翠翠在一起 啊经理 帮助翠翠是工作 那是职责所在 要说跟罗音真的亲的 还得小妹 小妹是谁啊 偏执的教科书 她认准谁是朋友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精灵你知道吗 你别想了 我说的是对 够了 赶紧去干活 哪那么多废话 最近不在了 真有点不习惯啊 小鸟总是要自己飞的嘛 嗯 小鸟长大了 总要离开妈妈飞走的 嗯 开饭喽 有鸡腿 菌类 多姿多彩 那你的饭呢 啊 在罗大哥呢 我一会儿跟他一块儿吃 去吧 去好好陪陪罗音 帮他调节调节心情 好的 帮罗音调整心情 确实是有必要 帮罗音调整心情 确实是有必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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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最愿意看夜空数星星 你现在有事啊 每一个星星 必须有他们自己神秘的故事 现在都看不到星星了 不是说啊 在这宇宙啊 就像一个大的故事书你知道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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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好 立峰 雅虹 你是自己吗 我永远都是自己呀 我也是自己了 什么意思啊 佳河走了 去哪儿了 他在外面租了个房子 你喝酒了吗 你都闻见味了 你喝了多少 我喝的 甚至有点不轻啊 害怕吗 就是觉得有点孤独 林峰 这样吧 我过去陪你吧 好 我太需要了 你别睡着啊 我敲门的时候 你给我开门啊 你放心吧 我现在睡不着了 好好好 一会儿见 我熄了几个枣 你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你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洗个了枣 我舒服多了 你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他怎么就突然就走了 早晚会有这一天呢 我问你 平时的分居和他走了之后 你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很失落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 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心理医生 既然你还是放不下他 那就先不要放弃嘛好不好 现在不放弃还有什么意义呢 先分开一下冷静地思考思考 也许不是件坏事 你们之间也许只是麻木了 如果现在觉得遗憾的话呢 应该再努力一下对不对 他会有遗憾吗 我看他决心很大 我要是他我就非常地遗憾 我没有力气再坚持了 我来帮你吧 我知道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你的信心啊 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你看看我们俱乐部啊 翠翠呢完全好了 方斌呢现在有人情味了 小妹呢也可以听得进意见了呀 真值得佩服 我到现在呢还没有失手过呢 来 要不这样吧 你的情感问题呢交给我吧 我保证让佳和回来好不好 但她让佳和回来 没有任何意义 好 兄弟 怎么了 今天俱乐部的气氛有点怪 翠翠走了吗 不是 大老板有心事 他也喜欢翠翠 你吗 你去看 Yang 你去看上去 他去看上去 那就是其他 你去看他 找你去看你 那是太更多了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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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你 他自己去看里面 你去看他 你去看他 真是纯 说真的 看看小妹想想自己 真觉得挺惭愧的 你那是挺明智的 你不会吗 我为什么会啊 我跟小妹一样纯真 你不知羞啊你这是 来 我做事啊 不是不堂堂正正吗 你对小妹是够阴谋诡计的 不过效果还行 那叫智慧 今天经理还问我 你跟小妹是不是很亲密 那你怎么说 我把你跟小妹的亲密 带到天之佳夜里 那她什么反应呢 没见她有什么反应 她就没有失落的感觉 什么意思啊 你仔细回忆一下 她有没有很失落的感觉 到底有没有啊 我记不起来啊 但仿佛 有那么一点 你跟小妹 不会有什么吧 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别胡说八道了 她是小朋友 什么小朋友啊 小妹都不小啊 你要喜欢她 我也不意外 我跟你说啊 我帮小妹是真心实意的 完全没有私心杂念 这点你应该清楚 那我就放心啊 你说什么 你放心啊 我是怕她误入歧途 我跟着你 被你这个给伤了 去 我跟你说啊 小妹有男朋友 啊 你说什么 小妹有男朋友 有男朋友 他有男朋友 怎么还可以一天到晚 你待在剧热部里啊 他男朋友经常去外地 很少在本地啊 怎么会有人配得像小妹啊 我跟你说啊 我可听说 她男朋友的条件还不错 嗯 一起睡了 哎 我还没说完呢 别吵我 她到底有没有是我 反正我没见她开心就对了 好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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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 放下 跳 跳 再来一遍吧 别来了 这个太简单 我教你个有难度的 给我学啊 先迈左脚 看好 左 右 右 山淡淡 那个开花 哟 你不是追悟性的吗 这么难的舞蹈 你都会啊 哎呀 打 一二三四 左 右 左 右 左 大 梁洪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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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有了 看我 吃我的醋 什么 吃你的醋 自己在哪里 敬离 敬离 你 哎呀真是的 干嘛你 经理啊 没事 没事啊 对吗 你们男人都是 吃着碗里的 还看着锅里的 对不对 这个问题你问我就对了 来来来 经理 我告诉你啊 是这样 不管是锅里 碗里还是盆里 只要菜好 好 没事 没事 您先忙 继续说吧 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锅里的碗里的盆里的怎么样 我是说 我是说 不管是锅里 碗里 还是盆里 只要菜好 咱们随便来一小点都行啊 呃 做人不能贪 尤其不能嘴才 否则容易出问题 对吧 请你 我寻找忙一下 嗯 嗯 嗯 我寻找忙一下 嗯 丁吧 我说你还真的很会 见风使舵呀 是吧 嗯 嗯 见风使舵 行穿更安全 对 每个男人都很会演戏呀 人生是个大舞台 每个人都爱演戏呀 女人更会演 她们有与人俱来的轻浮 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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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 经理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 天下的男人都会滑翔 对吧 但平心而论 滑翔难不少 但轻浮你也很多 你遇到几个坏男人 你就把全天下的男人 都贴上负心的标签 但是 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人设很复杂的 对人的评价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下端 那 丁满你也是很复杂的喽 我丁满 光会胡说八道 缝银拍马 铲嘴吹牛 嗯 我知道包括经理您在内 但很多人 都看不起我 不认识 继续说 扮小丑不是我的初衷 让周围的人开心才是我的目的 我热爱生活 对人友善 不是吗 很多人对我轻蔑 不屑 或者践踏 我都一笑日之 那并非我没有男人的尊严 而是我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 真是 真是 我从小最喜欢马戏团的小丑 因为要带给人的欢乐 是无与伦比的 我也愿意成为这样的小丑 敬你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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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去忙了 啊